大家好,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馬來西亞的廖朝契教授Joe 跟我們分享一些馬來西亞最新政局的發展 廖教授的廣東話是非常流利的 你不要這樣冤枉我好嗎? 廣東話其實是給老師很多年 我盡量,不知怎麼辦 我之前開始講廣東話的時候有幾個朋友說 你的廣東話好像沈殿下一樣 沒有劇,流利,聽到,因為你是在香港讀過書的 我之前是在中大讀書的,沒錯 其實廖教授現在正在馬來西亞大學做理教授 其實馬來西亞大選,很多香港朋友都很關心 但又不太知道那邊發生什麼事 大家對安華多多少少都有印象 由當年的案件開始到現在 究竟整個馬來西亞政局 請你和我們分析一下 簡單來說,對一個一無所知的人發生什麼事 自從上次變天之後 其實自從上次變天之後 我們經過一個政治學 叫做政治改革的政統 政治改革的政統 之前馬來西亞的政局 其實是一個政黨 他是獨家來的 那個政黨 我們叫做 巴里斯亞國民政線 裡面有一個政黨叫做 烏銅 這個政黨 其實他是以馬來西亞為主的 我們也知道現在馬來西亞人口的比例 最深的Census 是馬來西亞或者土族 是接近70%的 69.4% 華人有23.2% 印度人有6.7% 其他的種族有0.7% 其實你看看這樣的結構力 我們最少可以明白馬來西亞的政局 其實你是要以馬來西亞為主的一個政治的秩序 那之前的政局 從1957年開始 直到2008年之間 其實都是用這個BN 我們這裡叫做BN 巴里斯亞國民政黨 它是所謂的執政到關系 中間有一個段落就是 安華的事變 因為這個政黨是一個很大的政黨 巴里斯亞國民政黨 尤其是裡面的安娜 那你要知道 如果一個政黨大的關係 它裡面的派系 叫什麼呢? 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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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有很多政治的鬥爭 他剛才說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分別 當時 1999年 他就離開了這個烏統 不過那時候他離開了 是一個案件 說他有這個同志的性行為 而馬來西亞的法律 如果你有同志的性行為 是有罪的 那時候是因為這樣 就被他的老闆 或者老闆 我們叫做老馬 香港不只是叫老馬 或者是馬哈迪 那我們叫做老馬 他是被老馬開啟儲的 就開了他 之後呢 他就領導一個社會運動 很大的社會運動 很大的社會運動 他出席印尼的一個名詞 叫做 列火麻士 中文叫 翻譯為烈火麻士 烈火麻士 烈火麻士 主要是烈火麻士 烈火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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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動 一向就是一個反對等的一個運動 從1999年開始 直到2008年 接近差不多10年 最終就發生了我們馬來西亞 第一次的這個政黨輪胎 我不知道廣東話怎麼說 正統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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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正統輪胎 不過呢 第一次正統輪胎 雖然好像成功了 不過那時候的正統輪胎 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情況 就是安華的這個政綫 他們就邀請馬哈迪 老馬呢 翻了這個安華的這個政綫 大家合作 那就很大雪 之前是敵人來的嘛 你打我 吵到我 還要抓我 坐姦 那為了這個 拐兵這個政國 大家也可以合作 那時候很多選民也好 或者是政治觀察 議員或者是學者 都覺得 接受不了的 不過呢 很多人那時候都說 這個是大局來的 如果你要堆爛這個 巴勒斯安拉迅 或者是烏銅的話 那你要團結一些 所有的反對的力量 那雖然他們成功了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一個 很不穩定的一個 一個 同事 老馬的 這個 同事 跟安華的 這個同事 是很不穩定的 那麼這個 第一次的 政黨 論 論 論 很搞笑 因為 那時候他們有一個 叫做 承認 意思是 老馬說 我最多坐兩年的那個 首帳 之後呢 這個位 就被安華 坐兩年 問題呢 老馬呢 是一個 很有政治 勞裏的一個 政治家 來的 他一拿到這個 權力 他是不會放棄的 所以 到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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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聯盟 我們 那時候叫做 他們 執政不到 不夠兩年 那 大家 就是因為這個 老馬 願意 將這個 首帳的位 給安華 或者是 keep the promise 將這個 首帳的這個 執位呢 最後 最後呢 就發生了 整個政府 垮了 這個 這個 政府垮 垮 那麼 為了這個 正統話題之後呢 我們就經過 最少有三次 不同的 一個 正統的 一個 聯盟 那麼就回來 這裏 那麼這次 是另外一次 全國大選 那麼這次 全國大選呢 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 主事啦 不好意思 因為這次的 全國大選呢 希望你們其實 沒有 沒有用這個 一個 沒有用過半的一個 移職 那麼 會執政的 那麼 現在他們執政的 風釋呢 是 用一個 斷結政府的風釋 和其他的政黨 結合 這樣就開始執政了 嗯 剛才你說的背景呢 其實我們在外圍看有很多 問號 很多問號的 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有沒有解決 還是純粹是 一時之間的結合 即是安華有沒有原諒 他 還是其實還是明爭暗鬥 究竟他們是什麼關係呢 唉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政治的 一個很重的故事來的 一開始 大家都覺得 他們覺得呢 為了要打到一個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 敵人 那麼我們要斷結 那意思是 安華和老馬呢 還是握手 說啊 過去的事情 給他過去啦 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更加大的 一個目的 不過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一個 政治家個人的 那些 考慮 所以 到了最後 我們發覺到 就是因為這樣 你為了一時要 要 要奪權 那你以為這樣可以成功 其實呢 這個 內部的那個 權力關係 是很 很不穩定的 就是因為這個 不穩定的這個 權力關係呢 所以呢 這個第一次的 希望 希望 聯盟 他執政 是不夠兩年 這樣他就 垮了 其實 安華那件案件 就是所謂 雞姦那件案 馬來西亞 一般怎麼看 覺得是一個 冤獄啊 還是怎樣 我們覺得是一個 冤獄 也就是一個笑話來的 因為那時候 老馬 要做 他這個 叫 同性的性行為呢 他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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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 媒體的那些 傳聞的報道 其他呢 他還 整個過程 是很搞笑的 其他一個 他一個 片段 我們大家一看到 最後會笑 因為 因為 很多人 他用 床單 這個 一個 床 床 電 會 去法庭 跟上 尋找 ound 這一角度 與tery humanitarian Vai 與 性行為 每一次 你覺得 好像是一個 而 flag 很搞笑,有一次他要上庭,就看到那些 算不算是警察呢?或者是警察呢? 那他們就會拿一個很大的床墊 去到法庭 馬來西亞有一個很特殊的slogan 以前說我們馬來西亞一定可以的 馬來西亞叫做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行不行?我們一定行 馬來西亞行不行 很多這些民眾覺得馬來西亞行不行 馬來西亞一定可以拿這個床 這個廣東話叫做床去法庭 好像是一個很 irony的事情 英國是祖國,日本是家鄉 那香港是什麼呢? 在前國安法之下的香港 香港人均猶逸人數世界排第一 離散到英國,北美的香港人 其中一項最不適應的 或者就是回鄉下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身家 既然每次回鄉下都會變得難能可貴 在海外的香港人出發回鄉下之前 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講解家鄉的文化歷史書籍 看完之後再和大家一起出發吧 這個星期陪伴大家回鄉下的推介書有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歷史》 第二位是《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國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碼》 《一部日本戰後拉麵史》 第三位是《促解日本文化論》《25本命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愛認同》 第四位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第五位是《封關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第六位是《日本澳地紀行》 《從東京到東北北海道十九世紀的日本原鄉探索》之旅 第七位是《日本超和時代老照片》《鐵道生活風景帖》 以上的著作都可以在我們141購書網內訂購 到現在他成為了新一任的領導 大家怎樣理解純粹是政黨游輪替 還是牽涉到華裔的身份 因為這麼多年來巫統的色彩比較強烈 都是要馬拉人主導 你作為馬來西亞的華裔 怎樣看現在這個改變呢? 這個改變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新的《Paradise shift》 以前我們覺得武統 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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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一個方式 是很懂得 racial discrimination 意思是說很歧視華人的 沒有一個意義上 那麼我們這些華人或者非馬拉人 或者我們一般馬來西亞 大家會說是馬拉人非馬拉人 和伊斯蘭的舊徒 和不是伊斯蘭的舊徒 這樣大家區分彼此 那時候大家覺得 這些武統 他執行的政策 很多時候是為了他本身的民族 他為了本身的民族 他會犧牲很多公平原則 這樣的問題 好 那麼 非馬拉人或者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 我們整個社群 社群 社群 社群就會覺得我們要爭取正義 或者爭取正義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共同意義 或者是我們一個共同意義 不過你經過2008年的政黨輪替 兩年之間的整個社會的一個動彈 大家慢慢發覺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馬拉人本身沒有足夠的安全感 那麼這個國家是有問題的 那麼西文 你會覺得 爲什麽他們這麽多人 都不覺得有安全感 這個是馬拉人從獨立開始 到現在的一個很神奇的 一個racial policy的謎 神話是這樣的 他一開始覺得 一開始獨立的時候 馬拉人是比較窮些 雖然人多 其他不是馬拉人 或者是華人 或者是英國人 或者是印度人 他們經濟上是比較有實力的 那一開始獨立的時候 那馬拉人的政治人物覺得 這個是我們的國家 馬拉人覺得 這個是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我們政治的力量 去重新分配這個財富 或者要讓馬拉人去這個國家 或者在這個土地上 更加有自信 去管理這個國家 那麼這個 還有一個性效秩序的問題 他會做要發展 他本身的民族 他一定要拿其他民族的這些 無論是資源 或者是財富的重新分配 對嗎 那麼 經過那個時代 那些 同樣也好 華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或者其他馬拉人也好 其他不是馬拉人的 那些民眾也好 就是覺得 可以不行 那你是 拿了我們的東西 重新分配 為馬拉人 讓他們發展 不過呢 過了一半個四季 四季 是 那麼 那麼 這個謎 其實還沒有 突破了 意思是說 這些 用華語來說 這些 既得利益者 他們要自己 發覺到 它是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國家 最有可能前進 如果那些 如果那些 既得利益者 他們不覺得它有問題 它有問題的話 那麼 我們就會 在這個 很尷尬的地方 好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開始 2008年那時候 大家覺得 希望聯盟 就是欺民 欺民 欺民 實證 我們以前的所有的委屈 或者是所有的 政治承諾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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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了 問題是 當我們開始 要推進那些 政策 或者是 推進那些 我們覺得 要重複 拿回公平的 這些 分配的 權力 那馬來西亞社群 就覺得 不行 那你現在 要拿一些 我馬來西亞人 本身有的東西 那這樣的氣氛 就被那些 右翼 那些 馬來民族 民族 民族 或者是 伊斯蘭的 那些 比較右翼的 聲音 那他們有機會 你看 就是因為這樣的政治改革 所以馬來人 現在要重新 給這些 不是馬來人 或者是 或者是華人 或者是印度人 或者其他 那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 2018年至 2020年 我們 整個社會 是有這樣的一個 anxiety 這個anxiety 其實就是華人 社會 開始發覺到 可能有些 也叫做 real politics 就是政治現實 這個新聞 你就比較明白的 政治現實 那之前呢 很多華人 覺得這個政治現實 其實是一個 有挑戰的 一個政治現實 不過現在呢 過了這幾年 我發覺到 現在的 非馬來人 那些社群 他們會覺得 有 多些時間 會接受這個 政治現實 同時間呢 又 被這些馬來民族 他本身 發覺到 自己的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 move forward 為什麼我要 為什麼要用 這麼窮的 這個股市 這個背景呢 因為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2018年 至2020年 在 英文聯盟 它崩潰了之後 從2020 2020 至 2022 那時候的 政府 其實是 基本上都是 馬來人為主的 政府的 那 我剛才說 整個辦公室 是90%以上 都是馬來人 那這個其實是 跟馬來西亞 這個多遠民族 或者是一個 多遠社群的社群 那些社會架構 是很 是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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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過呢 我發覺到 我們那時候 無論是 華人 社權 或者是 印度人 社權 或者是 東馬 大家基本上 是一個 是很 很 很 或者覺得 可以的 這些事情 以前是覺得 很不可以的 以前大家 到 之前的那些 年代 他們覺得 這個政府 一定要 我們整個 馬來西亞 多元民族的 一個 狀況 例如 裡面有幾個 華人的 部長 需要有幾多個 印度人的 部長 那你 沙巴 你需要有幾多個 代表 意思是 整個 你需要用一個 代表 民族的 那些 經濟 精英 去 治理這個國家 不過 過了這兩年 我發覺到 可能大家現在 有一個心態 意思是 如果 馬來人本身的 安定感 不足夠的話 那 整個國家 會更加 慘 會更加 慘 所以 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樣 雖然 安華 與 巫統 合作 因為 他有一個 新的 敵人 就是 伊斯蘭政黨 伊斯蘭 和 另外一個 比較 正面的 馬來人 政黨 是一個 這個 本身 都是 無統 其他 領袖 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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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意思是 每一次 馬來西亞 現在的政治 秩序 其實 會 好像 這樣的情況 從2018年到現在 會越來越 越來越 遼動 政治 光譜 好像 沒有那麼容易 判斷了 剛才你說 華人 或非馬拉人 有這樣的感覺 但你對一些很傳統想追求大馬拉主義那些 他們又怎樣看現在的改變 會不會很不奮氣 會激化了那個 現在我們還會有這樣的挑戰 因為這次的安華政府 其實 它是用一個 所謂的 反映 馬來西亞的 性格 好像 這樣 因為它有 它本身的政黨 它有 它有 這個 免住前東大 它有其他的政黨 東馬 好像 整個 馬來西亞的一個 不過它的政治對手 就像 Simon 你說的 那些是比較正式的 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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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你看 安華現在 雖然說 他責政 不過他背後 其實 是被其他民族 操控 操控 所以現在的情況 真的有些少少 重要 因為 剛剛過了大選 我們最近這六個月 我們有六個州 它會有州選擇 這個州選擇 可能會變成一個 好像 一個測試 因為這個測試 它有幾個州 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雪納鵝 雪納鵝其實就是 卡蘭波周圍的一個很周圍的這個州 另外一個是班城 另外一個是西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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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州 其實 最會 給選民多一個機會 去判斷 他們要選擇 安華 比較多的 或者 好像西米蘭 你說的 他們打算是大馬里亞主義的 或者是大大分分 伊斯蘭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因為第一次 當這個西米蘭 西米蘭 在執政的時候 的確 馬來亞人的 正面的聲音 是很噁心的 他們不斷地批評 西米蘭 其實是華人 或者是非馬來亞人 會背後 操控這個政府的 那這些馬來亞人 其實這些西米蘭 裡面的馬來亞人 馬來亞人 可能是沒有 使之權利的 關係是這樣 會分析 這樣的一個 法律 現在這個情況 都是這樣 不過我發覺到 可能是因為 之前的2018 2020 到2024 這樣的一個 法律 變化很多的情況 其實 選民或者選民 其實是有點厭倦的 所以這次 雖然 我從這個 法律 法律 這個 法律 也好 或者是佩莎都也好 都是用回同一個 法律 例如挑戰 這個 法律 你敢不敢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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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建築 或者是 有很多 其他 角度去批評 不過我發覺到 整個民間 好像沒有這麼大的反應 大家好像現在 馬來西亞的情況 大部分人民 其實是比較重視 現在要賺錢 比較重要 剛才你說的 一些不同人的反應 精英階層 其實都是 不斷有討價還價 他們 基本上是否 服服安華 可能 可能 用一個很粗劣的 一些 分類 去說 現在的精英階層 如何去判斷 這個階段 因為 馬來西亞的這些 elite 其實是 quite diversify in a way 我們有很多 是用英文思考的 也都有用馬來文思考的 中文思考的 還有是 不同的這些 這些 教育的背景 所以 可能 真的很難 去 去 例如說 現在的 social elite 是一定要支持安華 其實不一定 因為安華的整個 姿態 或者是 他之前 接近有 1999至現在 十幾年 其實是一個 opposition leader 其實很多人是很害怕他的 某個意義上 也就是說很害怕他 如果他當首頌之後 會不會清除他們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GLC 很多的GLC 就是government link company 所謂的馬來精英 這樣的一個 結構 來的